从空拍镜头可以看到一个硕大的金字塔 就建在别墅的后院里 这座金字塔就位于俄罗斯的第二大城 圣彼得堡附近 韦克洛斯夫太太因为爱上了古埃及文化 于是夫妻俩决定在自家后院也建一个古夫金字塔 金字塔是用水泥建造 尺寸比原版的小了19倍 但它还是相当巨大 高度有9公尺 地下也挖了9公尺 重量有400吨 就连内部也是相当考究 和原版的结构几乎一样 走进地下室 映入眼帘的是富丽堂皇的装饰和雕像 除此之外狭窄的走廊还能用来冥想 这样的建筑物当然也会吸引观光客上门 参观一小时要收费台币1500元 这对夫妻以后还打算再盖一座寺庙 和金字塔连起来成为新的地标 记者林真正好报道